第656章 惊献拜魔教 叶熙文只感觉浑身的力量都在沸腾 奔涌而出 透过他的手倾泻了出去 在他面前的血红色的结界 也是一点一点在修复那些裂纹 又一点一点的被元气弹给破坏 这一幕修复又破坏的过程 看着异常的诡异 就像是一个个的轮回一般 破坏又修复 两股生灭之力在其中沸腾 叶熙文身上的气息在沸腾 异常的可怕 一发飘飞 轰隆 终于那一股可怕的力量消散了 化为漫天的灵气 叶熙文刚刚松一口气 远处传来了那条龙脉不断的惊天动地的咆哮声 怒吼声 那条龙脉大约也没有想到叶熙文竟然会是如此的难对付 他的身体完全都是由灵气组成的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可以说得上是如鱼得水了 但是这样都没有将叶熙文斩杀 叶熙文的动作比他更快 一把长剑出现在自己的手上 划出滔天剑芒 闪电劈下 砰 长剑顺利从中间斩落了下去 那一条龙脉被斩杀成两半 不过叶熙文没有放松 因为他感觉到那被劈成两半的龙尸 竟然一点一点粘合起来了 因为不是血肉之躯的关系 也没有灵石 只有本能 所以他即便被斩杀 也可以恢复过来 叶末 动手 叶熙文大喝一声 从他的身体之内伸出一只滔天魔手 抓向那条慢慢复合起来的龙脉 虽然那条龙脉复合的速度也很快 但是对于叶熙文来说 根本就没有太快 那条龙脉怒吼着 但是还没来得及反应鼓来 就被叶末给生生抓紧了天元镜之中 在天元镜之中 那条龙脉已经恢复完全了 怒吼连连 没有了结界的束缚 它完全展开 一声声咆哮声 震动天元镜之中的世界 一颗颗元气 弹飞掠了出来 轰得整个世界都快要崩塌一般 轰 天空中四个巨大的枷锁 从天而降 血色的枷锁 瞬间将龙脉的四肢 尾部和脖子全部都一下子锁在了地上 吼 龙脉怒吼着 暴怒着 想要正开这些枷锁 他的努力几乎就要成功了 他的身上枷锁都要被生生正开了 只是这时候 天空中夜末画出真身 是一尊大魔 手上一挥 顿时一道道血色的法则锁链 从天而降 锁进了这条龙脉的身体之中 就像是那头星辰巨兽的元神一般 被牢牢的锁定了 现在的天元镜 和当初也可以说得上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初天元镜连圣器都不是 就能锁住了星辰巨兽的元神 更别说现在了 天元镜早已经突破 成为了大圣器了 威力和当初根本犹如云泥之别 当初他还需要竭尽全力的镇压住那一头星辰巨兽的元神 对于现在的夜末来说 却远远没有当初那般要耗尽全力了 现在不过是从容淡定之间 就能够将这头龙脉给彻底镇压住了 镇 夜末一声爆喝 天空中一片片血色的浮露开始不断的飞舞起来 犹如雨点一般落了下来 落到了那一条龙脉的身上 每一片浮露落到那一条龙脉上 都会发出一阵阵血色的光芒 伴随着那一条龙脉的惨叫声 天原境的另外一边 堆成小山一般的灵原丹 疯狂的燃烧 然后化成一条灵气长河 涌入到了夜末的身体之中 让夜末的身体越来越大 手上捏着的发掘也越来越快 慢慢的浮露已经将那条龙脉完全压制住了 夜西文 这里没事了 交给我吧 夜末出声说道 现在他还没有办法分身出来 虽然说他已经初步控制了那一条龙脉 但是也仅仅是初步控制而已 一般来说 被人抓到的龙脉也都是放置在门派的地基下面 以无上的阵法镇压在其中 乃是一个门派大兴的根本 一般都不会随便移动 只会不断的加大阵法 但是夜西文不行 他根本没有自立门户的想法 也没有要振兴门派之类的 这龙脉只能让他自己用 所以要随身携带在天圆镜之中 就是一个天大的麻烦 还是一个天大的隐患 随时都可能暴露出来 一旦夜西文和人打得正激烈的时候 这条龙脉给他来上一下 那么夜西文就死定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是可以撕裂大圣的龙脉 所以夜末必须要沉睡一段时间 专门镇压这条龙脉 等到全部都准备好了之后 夜西文才可能抽这条龙脉的力量为己用 抽掉龙脉的力量为己用 方法有很多 民间常用的方法 就是以特定的方法 将墓地建在龙脉之上 这样必然服责后人 这就和门派的地基 必然要建立在龙脉之上 是差不多的道理 只是利用效率和正式大小的不同罢了 等完全镇压了这条龙脉之后 夜西文就能独享 这条龙脉带来的种种好处 简直难以言喻 对于现在的夜西文来说 这简直就是如虎天意 一头猛虎再加上一对翅膀 翱翔天际 见夜末完全控制住了场面 夜西文这才放心了下来 终于将这条龙脉给收服为己用了 好在有这个结界在 不然战斗的余波波及到外面的地方 如果被人发现的话 那么绝对会引起轩然大波 一条龙脉能够让一个门派兴盛起来 定住一个门派的气运 这种东西 一旦出事 所有的大圣都会疯狂的 都会疯狂的涌到这个地方的 这点夜西文还是很清楚的 不过夜西文并没有着急离去 这条龙脉不知道被定在这里多少了 散发出来的灵气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了 而那龙脉本身又不会修炼 只会不断的散发出来 这里的灵气几乎已经可以说 接近固化了一般 而且都是龙脉直接散发出来的 并不是自一等的灵脉的散发出来的灵气 夜西文自然不会放弃 直接在虚空中盘坐了起来 运转起了观人精 夜西文的周身化成了一片无银的星空 星空之中无数的星球疯狂的转动了起来 开始吸收起了那些灵气 全部都涌入了夜西文的身体之中 慢慢的那无数的灵气在夜西文的身边 席卷成了一道飓风 在它的周身形成了一道灵气的茧子 它完全被包裹了进去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一转眼 三天的时间眨眼及时 砰 那一个茧子经过三天三夜的疯狂吸收 已经非常的薄了 几乎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影了 一声爆鸣声 茧子完全破碎掉 露出了其中的夜西文 夜西文睁开了眼睛 一股强觉的气息沸腾了出来 这三天 对它来说 简直就像是过了三年 三十年一般 无数的灵气喷涌而来 就像是大海在你的面前轻覆了过来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海水吸光 比起它自己平时修炼 不知道要紧破多少倍 以它现在的吸收能力 竟然都吸收了三天三夜 这些灵气之多 简直难以想想 但是这三天三夜拼命的吸收 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 这三天三夜疯狂的吸收灵气 竟然让它的修为 一下子完全巩固在了半步大圣初期 并且还到了巅峰 只要再给它一点时间 就能完全跨入半步大圣中期了 它也没有想到 竟然这么短的时间内 居然又到了巅峰 虽然它的灵魂的蜕变已经完成 和一般人比起来 进步的速度不可同日而语 也不可以以一般人的标准来要求它 但是它依然觉得 要步入半步大圣中期 只怕也要几年的时间 这比起一般人已经是快得多了 只是没想到竟然这么快 就又要跨入半步大圣中期了 不过叶希文想了想 还是没决定在这里突破 在这个随时可能出现 大圣的地方突破实在是太危险了 而现在叶末的主要精力 也放在了镇压龙脉这件事情了 还是回去真武学府之中 再闭关 风龙大兴上无尽的平原之上 一阵金光闪过 一道人影出现在了平原之上 叶希文正要飞出风龙大兴 赶往真武学府 莫得 天空中被撕裂了出来 一道身影走了出来 是一条身材高大的汉子 黑面长须 目录凶光地盯着叶希文 一身恐怖的气息铺天盖地而起 而且不是一般大圣的气息 而是叶希文非常熟悉的魔器 但是又不是那种纯粹的魔器 而有这样不纯粹的魔器的 只有一种人 那就是 拜魔教 叶希文眼中精芒一闪 没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 碰到拜魔教的高手 事实上 因为魔界对这片星空的影响 所以拜魔教在各个世界之中 都可以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有诸多的高手 真武界之中的拜魔教 也是非常强大的 因为没有一个统设世界的势力存在 因此无法做到 对拜魔教的完全压制 这种比较混乱的世界 通常拜魔教的势力都会比较猖獗 拜魔教之中的势力如果全部统合起来 也是非常恐怖的 能造成巨大的魔灾 不过好在拜魔教之中也分各种藏口势力 不可能统一起来 感谢观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